兰亭集叙 王羲之 永和九年岁在鬼丑 牧春之初会于快击山音之兰亭 修戏事也 群衔碧至少长贤吉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 又有青流集团应待左右 引以为流伤驱水 列作其次 虽无司主管贤之圣 亦商亦勇亦足以畅续忧 是日夜 天朗气清 会风合唱 仰观宇宙之大 复查品类之圣 所以游牧逞怀 足以集视听之语 信可乐也 福人之相语 抚养一世 或取诸怀抱 物言一世之内 或阴记所托 放浪行海之外 虽取舍万书 竟造不同 当其心于所欲 暂得于己 快然自足 不知老之将至 及其所知记卷 情随事迁 感慨戏之意 向之所欲 向之所欲 抚养之间 亦为尘寂 由不能不已知心怀 旷旷旷 旷修短随化 终其于尽 古人云 死生亦大矣 岂不痛哉 梅兰西人 心感之游 若何遗异 若何遗弃 未尝不临闻皆道 不能欲知于怀 故知 依死生为虚淡 其蓬伤为妄作 后知是今 亦有今之是息 悲伏 故列续时人 录其所述 随事书事义 所以心怀 其至一也 后知拦者 亦将有感于斯文 王羲之精于书法 又富于文才 留宋人凭其文章 高爽有风气 不泪长流 这篇蓝亭集叙 是其传世作品之最佳者 蓝亭为东晋 快击郡至山阴城 西南郊名胜 其地有湖 湖南有天柱山 湖口有亭 号曰蓝亭 东晋建立后 南渡之中原氏族 在山水清立之会计 广至田园别墅 风景幽绝的蓝亭 岁成为王羲之谢安等名流 宴及流连之地 墓地永和九年 五十一岁的王羲之 时任会计内侍 三月三日 他邀请友人 谢安孙绰等四十余人 居于蓝亭 作曲水流伤之隐 当时要求与会者 每人作四言五言诗各一首 之后 王羲之将诸人明诀 及诗作一一记录 并作续一篇 记述其事 并书写内心感触 此续及蓝亭集续 全文分两大部分 前半部分 分续蓝亭宴及情景 乃是识写 这部分以一乐字为基调 其笔先续宴及之时令 地方及事由 笔调从容沉稳 接写与会人士 群行二字 匪福泛之奉承 是表明诸人 与己意气相投 否则 虽有良辰美景 以不足为乐 下面再续蓝亭地理环境 及景物 主体是山水 其山如何 虫与郡 只是本色形容 而茂林修竹四字 随附与山岭盎然生气 其水如何 清语姬意为本色形容 而硬带左右四字 方式流水神采飞动 清波之上 一枝枝成满直久的雨伤飘来 人们胸中 一阵阵畅续怀抱的话语流出 此时 作者与众人 均为自然之美所陶醉 以致感到 人为的管弦之声 亦数多余 在下描述当日天气 是日也三句 据成上起下之功用 就成上而言 山水滋容如此清丽 人们心情如此心快 均与情和之天气相关 就起下而言 由天气而及于下文之宇宙 显得紧密而自然 最后写 宴吉之感受 仰观宇宙 复查万物 是即视听之语 竹目萧萧 流水缠缠 是尽听觉之乐 但这愉悦之情 仅以信可乐也四字表出 仍然保持笔事之从容沉稳 可谓乐而不饮 这一部分层次清晰 外在的特色则是简练 作者摩山泛水 真是昔末如今 但简练常人亦可做到 其内在的特色 还在与其隔掉的淡雅 三月江南 想那山间水主 该有多少鲜花土燕 真是岔子烟红开变 但在此处 这些浓燕之物 却不见滋影 得欲作者之牧者 为山水 为山水临竹 天风而已 即使惠竹 一指言其修 而弃其绿 血水 一指言其清 而弃其壁 一切过于浓厚之色不用 这是色调的淡雅 蓝亭燕吉 可谓良辰美景 赏心乐事 似美其真 但作者之喜悦 不过分 不余度 笔是始终 从容沉稳 这是心静的淡雅 近人对王羲之奇人的性情 有清见贵药之评 文字格调之淡雅 正是作者情性的体现 后半部分 抒发燕吉之后的感触 视为虚写 这部分则以一个碑字为基调 上文方言乐 此处忽言悲 表面看来突兀 实际却不难理解 蓝亭俱饮 自是乐事 然有俱必有散 世间没有不散的言习 聚会难而短 分散意而长 这种欢聚难尝的感触 已经使人情绪低落 而由聚散 再想到人生之短促 死生的玄格 更令人悲从终来 其实 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 描述聚会之欢乐后 因感人生无常而转入悲伤 并不自蓝亭集叙时 汉武帝行性河东 中流与群臣欢迎 自作秋风雌云 横中流兮阳素波 消股明兮发照歌 欢乐极兮哀情多 少壮几时兮奈老河 东汉古诗十九首之四云 今日良宴会 欢乐难聚尘 人生计一事 焰护若标尘 魏文帝 卫文帝 与朝歌令吴智书 续在南疲与吴智等人 艳游之欢厚云 乐往哀来 创然伤怀 于故而言 思乐难尝 足下之徒 显以为然 显尽十重 筋骨诗序 亦先序众人 厌疾之乐 接着以 感性命之不永 据凋落之无期作结 可见至少从 捍卫已降 聚散生死 这股悲凉之物 始终笼罩着 文学家的心灵 蓝亭集序的游乐转杯 依旧不足为怪了 后世有人 以此怀疑此序 非王羲之所作 是没有道理的 这部分文字的特色 在于作者将其 悲伤之思的产生 写得回环曲折 感动人心 首先从蓝亭聚会 联想到现今人们 彼此相处 时间非常短促 而相处的方式 亦不相同 好敬者常在内视清谈 好动者 喜在山林遨游 虽然人们情趣不同 相具方式各异 但都具有共同之处 这就是 遇到喜欢的事物 就心满意足 不知老之将至 等到对所欲事物 产生厌倦 感情随事物之变化 而变化时 无尽的感慨就产生了 先前喜欢的事物 转瞬变为陈旧的过去 这已经不能不令人 感慨万分 更何况 随着世界的变化 任何人都难免一死呢 孔子早就说 死和生是大事 此种情况 岂不使人悲伤 以上一层 是说与作者同时 带人情感的变化 接着 作者眼光 尚移至古希 他从古人留下的文章看到 古人意味人生变化 而心叹生悲 这和当今人的情况 完全弃和无异 古今一律 使人揭叹 而古人文章中的悲凉情绪 更令人伤感 这是作者心胸 久久不能开解 既然古今一律 为人生无常 而心叹生悲 可见庄周 所谓的死生一样 受邀等同的说法 乃是虚妄难信之词 下面 作者又将眼光 已到未来 他推想将来之人 其情感变化 必和古今之人相同 即至将来 现今一切 极为沉寂 将来之人 亦将临 金人之文 而感伤 如此无情的变迁 再次引起 作者的悲叹 至此 其笔事一收 顺势点名 其记录诸人明觉 诗作 以及作序之旨 既然人生变化 如此迅速 此次宴辑 有关情况 就应详细记录下来 以免淹没不张 同时 也使将来之人 能够了解我心中的感触 这部分文字 从蓝亭燕集 发端心感 从金人 给予古人 再给予后人 最后回到蓝亭燕集 而收笔 书卷自如 瓷器畅达 在深沉的感叹之中 暗含着对人生的眷恋 和热爱 从而与上文的乐声之指 气和无间了 两进时期 便利早逝之风 已经盛行 蓝亭集续在修辞上 不上早逝 不堆研 不堆砌故事 在句法上 便散尖行 而以散句为主 这种朴素自然的形式 与其内容 构成了和谐的统一 确实是一篇 不类长流的佳作 王羲之曾以其 精妙绝伦的书法 书写此文 其真迹虽然不传 但从后人的魔本 仍可领略其神采 其书其文 将永远受到 世人的珍视与喜爱 本文作者方北辰 朗读白云出秀